台電召開臨時股東會會議開始 主席都還沒致辭 股東們就坐不住了 我要求董事長 你在怎麼爭取也沒有用 還是阻止那個所謂的缺口 因為我們已經虧了5950億 輪返卡未發言台 罵聲隆隆耽誤了一個半小時 還拉起不調抗議 最主要因為台電提出 要經濟部認購增資1001億元私募案 讓股民痛批罔顧小股東權益 這兩三年都是政策造成的虧損 你經濟部在審台電承報的資料的時候 你也認為這個是屬於政策性負擔 你不會影響到台電員工的 任何的技巧獎金 員工都不影響了 那為什麼你要兩套標準 來對待我們台電的民股股東 而台電說明這項計畫 已經獲得行政院同意 以總預算資助1000億元 加上去年增資預算中 還有1億元未執行給台電增資 將由經濟部單獨貞任 為的是要解決破產危機 可股東不滿 股權因此被稀釋 台電解釋因為燃料暴增 導致連續兩年大虧 以累積虧損來看 今年估算再虧超過1800億 如果今年沒獲得增資 明年資不抵債 就將面臨破產風險 而增資之後 石頭資本額將提高到5800億元 引來國民黨立委王宏威痛批 台電一手準備漲電費 另一手花全民納稅錢 挹注台電 但看在專家眼裡 這也是無奈之舉 專家認為增資漲電價都勢在必行 才能夠直接減少負債 但還不足以拯救台電財務難關 只能算是一解燃眉之極 三連續的蔡宇智 可不可以在台北層部的 伯連口 後面皆因此 感谢观看